世界杯最后八强,大热门巴西法国时有可能被爆冷,赔绿告诉你世界杯已经打到八强战,八支队伍中既有赛前的夺冠热门巴西,法国,也有雄心勃勃的比例时,英格兰,可以说,八强中除了依靠防守晋级的瑞典之外,其他球队都是攻守均衡,晋级有各自的特点,下面我们来看看盘培, 上半区为法国负0.5球乌拉圭,巴西负0.5球比利时,下半区为英格兰负0.5球瑞典,克罗比亚负0.25球俄罗斯,让球盘是由实力、资力、赢盘水平、打众心勃定位等多方面综合起来的,并非仅仅看实力,从让盘资格来说,巴西最强,法国次之,英格兰和比利时同党,乌拉圭和克罗比亚同党, 瑞典本来比俄罗斯稍强,但是现在有东道主的帽子,所以两者算同党,甚至俄罗斯还要稍强,所以让盘应该是巴西0.25,法国0.25英格兰,等于比利时0.25拉圭,等于克罗比亚0.25瑞典等于俄罗斯, 这样的梳理后,我们看,这次场的盘口大致还是准确的,并无猫腻,毕竟打到8强的,都没有那么容易砍下来,并且庄稼也不敢随便开诡异盘口,很容易崩,16强战就有一些诡异盘, 比如克罗比亚让丹麦0.5球,典型利用状态夸大实力让大,结果打平,盘口正常,接着只能从水位看看,先横向比较巴西,法国双雄的盘水,巴西出盘高水目前还是高水, 法国,出盘高水目前稍降,比利时的表现和他队内的阵容,完全强大到可以具备夺冠实力,他之前小组在完全是碾压,上一场对日本是由于上半场压着打,产生轻敌情绪,下半场一开始队员精神不集中,就被日本打个措手不及,幸好有马丁内斯的及时调整战术,最后才显胜,巴西一路兢兢业业,既没有大起大落, 也没有大的失误,三场2比0一场比一场表现成熟,比利时的星光不比巴西差,弱的只是经验和对内隐藏的民族矛盾,马丁内斯的指教能力还是很强的,不过这支队伍一旦处于逆境,容易内讧,另外他们的后防线有问题,连续丢球,巴西方面主要是后腰卡赛米罗亭赛,这个给防守带来困难,对手比利时的攻击力是很强的, 这样保利尼奥就需要多点精力放在防守,插场助攻的作用要减弱,这场现在看双方都会丢球,巴西的经验和他们本届的节奏掌控,不及不造打法,得益于毕特的调教,一直稳定的巴西是很可怕的,他们很可能取得最终胜利, 如果巴西没有降水做热门,预测巴西小胜,比分2比1,3比1,乌拉圭的卡尔尼据说伤势还没好,很可能不能上阵打法国,这对他们是一个重大损失, 要知道如果乌拉圭攻击线双子星失去一个,仅剩苏亚雷斯,虽然说在国家对苏亚的作用比卡瓦尼大,但是独木难称,很容易被法国看死,这样的话,他们只有把防线收紧, 打单前锋的圣诞数阵型4321,不过这样也会给法国的攻击群带来难题,即如何攻破密集防守,母巴佩的确火热,他的带球长途冲刺是强项,如果要攻坚,吉鲁就要做出大贡献,而格列兹曼在他身后能够获得多少机会,也要靠大吉鲁在前头吸引防守队员,总之,一场攻坚战没有对攻战胜阿根廷那么容易, 法国需要做好120分钟,甚至点球的准备,如果法国水位缓慢降低来到85左右,利用卡瓦尼的不利消息作热,可以肯定这是一场进球不多的平局,如果法国还能保持90以上水位,那有小胜可能,预计比分1比1,10,好了,先提前分析明天这两场比赛的盘培,其实很多要到临场看才会比较清楚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